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填控 选择 相对细节性的内容为主 考试对大家进行考试 那么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说无论是哪一部分 它细节性的内容都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掌握的 而且可能内容比较琐碎 比如说从它的组织结构 什么叫做组织结构 不同的组织构成 口腔组织构成 显微镜下的观察 组织结构 基本形态 以及显微镜下看到的一些特殊的结构特点 特殊结构哪些与生长相关 哪些与生长无关 与生长相关会构成什么样的特殊结构 以及细胞功能 不同的组织器官会有什么样的细胞存在 那么不同的细胞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以及有些特殊的组织会有分层和分类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掌握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也可以作为像分层分类这一部分 也可以作为简答题来考察大家 所以啊 我们大家对于这一部分的掌握 还是要把控的比较清楚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涯体组织 涯体组织这一部分分为了三个四个小结 主要是涯体的构成的四个部分 有冠方最外侧的牙幼质 有牙本质 牙髓是牙体的主体组织 以及冠根方最外侧的牙骨质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回推一下同学们 牙幼质是由谁形成的 是由橙幼器形成的 牙本质和牙髓由谁形成的 是由牙乳头形成的 而牙骨质是由牙囊的细胞形成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三个里边 其中牙乳头和牙囊都是来自于外配兼液组织 而只有橙幼器是来自于口腔的外配层 所以它与其他的组织的来源都不一样 好了 这是我们先简单的概括的来提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 牙体组织这一部分 考试主要是以名词解释填空选择判断 以及问答为主 那么判断题呢 是一些常常就会考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 待会我会跟大家提到 填空选择相对来说 我们说我们只要是大家复习 复习的重点能够找到重点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不是很难 只是内容会琐碎一些 而最多的可能是名词解释 这一章的名词解释会非常的多 那我们大家应该怎么背 依然是不要背 依然是什么 依然我们说的是理解 理解 理解 理解以后 然后再根据概念才去进行记忆 好了 我们来看吧 先来看第一节牙幼指 牙幼指没有什么 可多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部位是牙冠方最外侧 也是全身最硬的组织 那么呢 由于牙幼指矿化程度越高 其硬化程度越高 就越怎么着 颜色成透明色 所以牙幼指啊 正常的矿化程度高 高是多高了 矿化程度高了是什么颜色 大家要知道 是透明色 那么再详细一点 是什么颜色 是半透明色 它不可能是像玻璃一样 完全透透嘛 对不对 那么是半透明色 牙幼指的颜色 矿化程度比较高 成半透明色 其而显示出来的牙幼指里边的牙本质的颜色 如果一个牙非常健康的话 那么这个牙 牙幼指成半透明 里边的牙本质颜色不就暴露出来了吗 牙本质是什么颜色的 淡黄色的 所以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牙齿 那么其实它真正的牙的颜色 不应该是特别特别白 应该是淡黄色 才代表它幼指相对来说 矿化程度比较高 好 牙幼指的厚度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说牙幼指 主要在牙齿的表面 官方是为了耐磨损 对不对 那么保护我们的牙体组织 所以牙幼指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牙幼指作为最硬的组织 哪最厚 哪磨得最多 哪最厚 所以一定是什么地方 在我们的牙尖和切远处 大家想想是不是 乳牙的牙 不是切牙的牙尖 以及切牙的切圆 以及磨牙的牙尖 那么大家想想 是不是在这两个地方 是相对来说 我们磨损最多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地方最厚 一般在切牙的切圆 有多少 切牙的切圆 一般有多厚 两个毫米 那么磨牙的牙尖 一般是2.5个毫米 所以我们说 我们牙幼指最厚的地方的厚度是2到2.5个毫米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除了牙幼指的厚度 我们大家要掌握 除了它的部位 它的颜色 它的厚度以外 我们还要知道牙幼指的一个弱势硬度 弱势硬度是296 记住了啊 现在新的考纲 包括我们的新版教材 都是296 以前的变了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正常的牙本质硬度的5倍 弱势硬度是296 大家要记着 那么其呢 它的硬度越硬 代表其矿化程度越高 其颜色越透明 硬 除了硬度以外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表面孔西 什么叫做表面孔西 这个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说幼指表面会有一些表面的一些间隙 这些间隙正常的时候是存在的 这些间隙正常的存在是多少 直径15到75个微米 这15到75个微米的孔西 孔西啊 是这个孔 孔西啊 这个孔西 我们说正常的时候 正常的牙幼指存在 那么 但是它比较小 只占了整个牙幼指溶积的0.1% 你说老师 为什么要说这个 因为这个孔西 于将来 我们取病的发生 牙幼指取 取病的发生 其孔西溶积的改变 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正常的孔西溶积 记者是0.1% 接着我们说 那牙幼指这么硬 有什么构成的呀 有大量的钙岩陈积 那么这个钙岩指的是什么 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无机物 有 无机物就是指的钙岩 我们整个啊 牙幼指由三部分构成 无机物 有机物 和水 其中水和有机物 都非常非常的少 而主要幼指 由于它很硬 主要就是靠其 无机物含量比较丰富 无机物是什么 无机物叫做 灵灰石晶体 灵灰石晶体 刚开始是由碳 形成的 是形成了碳灰石 然后后期 再形成了灵灰石 这个灵灰石晶体的分子 是大家要离 大家要记住 十个钙 六个磷酸根 两个枪基 那么大家来看 十 六 二 是不是十减六等于四 六减二等于四啊 那么基本上都是双数 那么这个是大家第一要掌握的 它的化学分子式 考时候考填空 大家要能会写得出来 他说考填空 你能写得出来啊 一定要 这是我们说 我们的牙幼指的无机物 牙幼指除了无机物 含量比较高以外 钙盐沉积比较多以外 那么还有有机物和水 有机物同学们 注意一下 有机物主要是一些蛋白类物质 牙幼指中的蛋白类物质 主要是以基质蛋白为主 什么叫基质蛋白呀 比如说幼原蛋白 比如非幼原蛋白 比如说蛋白酶 就相当于我们牙幼指中 一些蛋白类存在的 对我们的幼指的生长 会发挥着一定作用的一些 会发生着一定的 对幼指的生长和构成 发挥着一定作用的一些蛋白 那么这些蛋白呢 我们说分别有幼原蛋白 非幼原蛋白 还有一些美类的表现 那么幼原蛋白一般有什么功能 简单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这个已经很细了 但是呢 希望大家听一听 幼原蛋白就是对 晶体的生长和构成 有种重要作用 非原蛋白呢 就是促进晶体的形态的作用 那我同学们 无论是幼原蛋白 还是非原蛋白 相当于它们都与我们牙幼脂中 枪基灵灰石 灵灰石晶体的生长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除此之外 除了有机物 你说老师 有机物里边有没有纤维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其他绝大多数的组织 有机物中都是有纤维的 而唯独我们说牙幼脂 牙幼脂中有机物 只有蛋白 没有纤维 没有纤维 没有纤维存在 只有蛋白存在 另外呢 我们的牙幼脂中还有水 这种水呢 主要是以结合水的形式来存在的 你说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结合水 水有两种 一种要油理水 一种要结合水 什么叫油理水 你洗手的水就是油理水 结合水是水分子 同学们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牙齿牙幼脂里边 有晃了晃当的那水晃来晃去吗 有油理水吗 没有 肯定都是结合水嘛 好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我们的幼脂的构成 幼脂有三度的构成 无机物 有机物和水 看 无机物 有机物和水 其中无机物占的含量是最高的 占了多少 它的重量占了整个牙幼脂的96% 它的体积占了整个牙幼脂的86% 也就代表了牙幼脂中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构成 都是我们的钙炎沉积的 所以它才会那么硬 那么耐磨 这是我们说的 它的重量比 大家要知道 那么无机物占的多 有机物和水占的相对就少了 有机物蛋白含量是很低的 其重量只占了1% 而水只占了3% 了解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一个占比 记者所有的人体硬组织中 其中无机物含量最高最高的就是在我们的牙幼脂 所以牙幼脂才是最硬的 占了多少 占了96%的重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牙幼脂的普通的理化性质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牙幼脂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显微镜下观察 在显微镜下观察牙幼脂有什么构成的 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的幼脂主要是由幼柱构成的 这个是我们大家基本要知道的 什么是幼柱 幼柱贯穿 自始至终啊 贯穿我们牙幼脂的全层 所以判断题 如果考 幼柱贯穿幼脂全层对不对 对 对 你先记着对 你问老师我好像记得有无度柱幼脂 是的 但是这句话是对的 这是书上的原话 所以啊有些东西啊 我们大家还是要确定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呢 幼柱呢 幼柱呢贯穿幼脂全层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幼柱是一个柱状的结构 这个柱状的结构是由里边的大量的枪凌灰石晶体 这个凌灰石晶体就刚才我们说的 十个钙 六个磷酸根 两个枪击 形成了凌灰石晶体 这个灵灰石晶体什么样 看六棱柱状 成扁六棱柱状的晶体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排列组合 然后构成了什么 构成了一个细长的柱状结构 这个柱状结构就是我们说的幼柱 所以牙幼脂最基本的构成就是幼柱 一根一根的柱子 这个柱子里边有一块一块的晶体 晶体什么样 扁六棱柱状 这个扁六棱柱状的晶体 就是我们说的枪击灵灰石晶体 那么这个幼柱呢 一般直径 四到六个微米 四到六个微米代表 不一样粗细吧 那么就代表幼柱一头粗一头细 哪头粗哪头细 大家记好了 牙齿表面经常使用食物 牙齿表面有唾液 所以说营养丰富 营养丰富的地方越粗 所以说近牙体表面较粗 近右牙本脂界较细 这是我们的右柱的直径 所以近表面直径较粗 约六个微米 那么近右牙本脂界相对较细 大概四个微米 这是右柱啊 它的直径 那么右柱呢 大家来看长啥样 就长这个样子 看见没有 这个图里边 有一个头和一个尾巴 是不是啊 圆圆的就是右柱的头 那么下边这个细细的 就是右柱的尾巴 我们说右柱的头 同学们 一般来说 与其晶体的长轴 里边晶体的排列 与整个右柱长轴是平行的 但是右柱的尾巴 同学们 它排的时候就不是了 右柱的尾巴里边的晶体 它就斜了 知道吗 多少 与右柱长轴乘65到70度 了解 简单了解一下 尤其是考 就是口吐方向的同学 简单 这个是要掌握的 这是我们说的 右柱的最基本的一个构成 就是什么 就是一头粗 上 筋表面粗 筋右牙本质界细 那么大概里边都是一些 六棱柱的晶体 那么现在我们说 那么这些右柱 正常的在我们的牙右指中存在 它是如何排列的呢 排列方向 也是我们大家要掌握的 右指的 右柱的排列方向 在右指中 绝大多数都是放射状排列 同学们 看 什么叫放射 什么叫放射 同学们 放射一定是向四周放射 所以我们的牙右指 我们的右柱 是从右牙本质界开始长 然后退卸 越来越接近表面 是不是 那么所以说 沿着右柱的生长方向 沿着右柱的生长方向 右牙右柱是放射状排列的 向四周扩散式排列的 但与此相反的 就有一个地方比较特殊 就是哪 就是窝钩 窝钩大家要注意了 窝钩沿着生长方向啊 它是沿窝 窝钩 朝窝钩 聚拢 你们老说 这不明明也是放散吗 什么叫放散 同学们 往上分开叫放散 现在明明是往窝钩 是不是聚拢啊 这叫朝窝钩底部聚拢 这是我们说的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它考你 我们右柱的排列方向 我们大家要知道 在不同的部位 右柱的排列方向 是不一样的 绝大多数部位 右柱的排列方向 都是成放射状排列 而只有在窝钩底部 是朝窝钩底集中的 其实呢 如果从上往下看 从表面 从牙齿表面往下看 那还是想下放射呀 所以啊 得看 看的角度 另外呢 就是在牙颈部 牙颈部同学们 牙颈部一般不怎么耐 不怎么摩擦 也不承受什么 较大的力量 所以牙颈部的窝钩 牙颈部的右柱 一般呈水平状排列 水平状 这是他们的一个位 他们的一个排列方向 是我们大家需要掌握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啥 这就是 普通的放射状排列 这是哪 这是磨牙的窝钩吧 好了 窝钩局部就成 朝窝钩局部 窝颈部 牙颈部 看 牙颈部的右柱 就是 牙颈部的右柱 就是平行排列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了 刚才啊 我们提到了 右柱 一头粗 一头细 近表面粗 近右牙本质界细 而且排列 放射状排列 比较多件 结束了吗 朋友们 没有 我们说右柱 还有特殊的结构 右柱啥结构 它竟然不是一条直的 右柱是 一头直 一头弯 一头直 一头弯 右柱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同学们啊 来 我们想想 我们的牙体 就靠右柱来撑着呢 我们的牙右指 就靠右柱来撑着 而右柱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右柱本身 是 如果是笔直的话 你想想 一个笔直的东西 容不容易 我们每天承受各种各样的力量 牙齿的咀嚼力 容易不容易被较大的力量 然后给弄折了 最笔直的东西 是不是就容易折呀 而且右柱 它的含 它的无机岩含量又那么的高 所以说呢 它很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考虑怎么样 我们就考虑 怎么样能够增加它的弹性 而右指本身是没有弹性的 牙本质有弹性 而牙右指本身是没有弹性的 因为牙右指没有纤维蛋白的存在 没有纤维的存在 只有少量的蛋白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想着那能不能改变一下 右柱的形态 右柱形态不再是笔直的了 怎么了 一部分让它像弹簧一样弹起来 当然不可能像弹簧那么规整啊 但一部分让它像弹簧一样弹起来 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模式图 一部分指撑着我们的牙右指 另外一部分 哎 搅扰弯曲 那我的图片们 这么一搅扰弯曲 就相当于长了个弹簧呗 增加了右指的弹性呗 你想想是不是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 就很好的能够增加右指的强度 减少右指折裂的机会了 那么什么地方承受的力量越大 那什么地方这种搅扰弯曲的 右指就越多 搅扰弯曲的右指哪最多呢 切圆和牙间承受压力最大 所以搅扰和弯曲的右指 就是在我们的切圆和牙间相对比较多 搅扰和弯曲的右指 一般来说叫什么 我们就专门起了个名字 叫做脚右 来看啊 我们的右指根据其形态的不同 可以将它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种叫做脚右 就是搅扰弯曲状 一部分叫做直右 就是笔直的 一般搅扰弯曲状的脚右 在近右牙本指界 就是在下层 三分之二 而只有一般位于上层的三分之一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要明白 要知道的 我们的右柱的形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 右柱的横端面 右柱整个的形态 我们知道了 哦 是一头大 近表面大 近 右牙本指界就比较细 吸了以后还弯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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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绕角绕角绕 然后呢 近表面三分之一是直右 近 右牙本指界三分之二是角右 然后好了 这是我们大家了解的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说这是竖着看 这是纵断面看 那如果横断面呢 右柱横断面就横着切过来 横着切过来 那么右柱到底是什么形态呢 我们看 刚才我们大家看到一个模式图的时候 也已经看到了 是一个一头大 一头小的 一头细的 一个存在吧 那么呢 我们的右柱就是一个 有右柱头和右柱尾 两头存在 这个右柱头右柱尾 它的存在 一个一个相叠形相连 一个一个叠加相连 看起来像什么 在光镜下观察 像鱼鳞 像电镜下观察 像球拍 光镜观察 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都知道的 我们要考研究所 那么光镜一般来说 放大倍数相对比较低 所以说呢 看起来 不太 就相对来说啊 可能说 比较小一些 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一个的右柱 就像鱼鳞一样 一个头 一个尾巴 那么头大尾巴小 这是鱼鳞状 而电镜 电镜很少用 电镜的放大倍数很高 那么在电镜下 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哦 右柱像球拍一样 但是仍然是形态没变 还是一头大 一头小 有右柱头部和右柱尾部 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么好了 同学们 我们说 除了右柱的头部和右柱的尾部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右部的头部的朝向 是朝向 是朝向河面 注意了啊 右柱头部的朝向 是朝向河面 而尾部朝向 是朝向 牙颈方向 所以大家想一想 相当于 我们的右柱的排列 这是横断面 横断面 右柱的排列 哦 头是朝向河面的 而尾巴都是朝向哪的 牙颈方向的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啊 这是我们右柱的一个特别 然后接下来 右柱 右柱头部边缘包扰的 它整有一个界线吧 这个界线 当相当于 框化程度相对不太高 右柱和右柱之间的间隙 那么右柱头 之间的弧线 这个弧形边界 我们就叫什么 就叫做右柱翘 好吧 这是我们介绍的 我们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 牙右指的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就是右柱 而右柱又分为 头 尾 尾 和右柱翘 是不是 然后右柱头 右柱尾 右柱翘 右柱头和右柱尾 看起来 在光镜下看起来 纵断面 横断面像什么 像榆 纵断面像什么 纵断面像 球拍 不是 横断面像 光镜下看起来像榆 电镜下 电镜下看起来像球拍状 是吧 那么好朋友们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之后呢 我们说右柱翘 就是包扰在右柱头部的 头与头之间的一个间隙 一个间隙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右柱的纵断面 一头粗 一头细 表面粗 近右牙本质界细 其中近表面 三分之一为止右 近右牙本质界 三分之二为脚右 脚右 脚右存在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减少 牙幼脂的减切力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 需要掌握的 然后接下来 幼脂的特殊结构 牙脂的特殊结构 与生长 以及与生长相关的结构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 这个是大家需要掌握的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让你描述 请简单描述 右牙本质界 或者直接考名解 直接考名词解 右牙本质界 那么大家要会描述 右牙本质界 首先我要知道是什么 是介于牙幼脂 牙幼脂 和牙本质 和牙本质之间的一条界线 牙幼脂和牙本质之间的 一条界线叫做右牙本质界 而这条右牙本质界 比较特殊的是 它不是直线 它是弯曲的 我们叫啥 叫小弧形连接 也行 叫贝壳 以前叫贝壳状连接 也行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是 右牙本质界是弯曲的呢 看特点 与 乘幼细胞的 托姆斯突 还记得吗 我们讲的托姆斯突 托姆斯突的形态 是吻合的 托姆斯突形成以后 我们说托幼细胞形成托姆斯突 那么这一层托姆斯 托幼细胞形成牙幼脂 这一层牙幼脂 那么导致这个托姆斯突会朝向牙 本质的方向 形成一个凸起挤压吧 然后 所以 约牙本质界的地方 就是最早牙本质牙幼脂形成的地方 形成一个几压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圆形弧形的一个凸起 那么凸面一定是朝向哪 凸一定是朝向软的牙本质凸 硬一定是朝哪 凹 那么硬的一定是哪 硬的一定是牙幼脂 那牙幼脂呢 就一定是凹面 凹面朝向牙幼脂 凸面朝向牙本质 这是我们大家要确定要知道的 大家体会一下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右牙本质界啊 因为牙幼脂和牙本质 它们两个相交接 相交接最怕的就是啥 牙幼脂的玻璃嘛 那么所以说我们牙幼脂 为了增加它们两个的粘合度 增加它们两个结合的牢固度 就增加接触面积 它接触的面积越大 粘得越结实 所以呢 我们说 其右牙本质界的特殊结构 其作用是为了增大牙幼脂 和牙本质的接触面积 考试简答题啊 作用是为了增大二者接触面积 而其特点是于 乘幼细胞所形成的托姆斯突 形态 圆形弧形形态相吻合 形态为小弧形结构 其弧形的凸面朝向牙本质 凹面朝向牙幼脂 这是我们说牙幼脂的特殊结构之一 右牙本质界 大家多体会 然后接下来呢 右缩 右缩这种东西 右缩 右从右板 是三个非常常见的非常重要的 右缩 右从 右板 那么这三个存在 它们呢 都是在我们的幼脂中的一个特殊结构 但是这些有差别 不一样 考什么考名解 考名词解释会很多 你要分清什么叫右缩 什么叫右从什么要右板 所以我们先来理解 什么叫右缩 什么叫右从 什么叫右板 来看一幅图 好吧 来 我给大家画一幅图 比如现在这是牙幼脂 这是右牙本质界 那我同学们啊 我跟大家说 这都是牙幼脂 现在比如我用一个绿色的来表示 如果在牙幼脂上 从右牙本质界起始 形成了小型的一个凸起 一个仿随状的一个包埋 那么一个裂锡 这个我们就请问名字 特别小的就叫右缩 这个咋来的 听我说 是下边的成牙本质细胞的凸起 顶顶顶顶顶 长多了 长过了 超过了右牙本质界 突入了我们的牙幼脂 然后形成的右缩 一进去 幼脂就说 你咋来了 不该来 然后呢 幼脂就关门了 幼脂就形成了一个矿化的包埋 所以说形成一个缩型的突起 所以它很短 然后还有一种呢 叫幼虫 幼虫大家来看 就像草丛一样 基本上能够占到整个幼脂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么这个幼虫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幼虫呢 我们说一般它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大家要掌握 幼虫它不是成牙本质细胞凸起 形成的了 它也是起自于幼牙本质界 然后向表面延伸 但是多是由于在幼脂形成的过程中 幼注成熟障碍 幼注矿化不良的时候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物含量 比较丰富的一个裂隙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牙幼脂的幼虫 像草丛一样 还有一个叫啥 还有一个叫裂幼板 看 哎呀老师你画的不一样了 我画的不一样了 起自于哪 起自于幼脂表面 起自于幼脂表面 然后呢相对形成的一个裂隙 这个裂隙可能比较大 甚至严重的可以贯穿幼脂全层 那么这个裂隙 也是幼脂矿化程度比较低 其内部含有了大量的丰富的有机物 那么同学们 由于里边有大量的有机物 所以我们大家说 那么当我们的细菌到达的时候 当我们的细菌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营养啊 就容易导致细菌的扩散 容易发生取换 所以我们说 幼脂幼脂和幼板 哪个更容易发生取坏 更容易导致取坏的发生 有利于取坏 细菌的扩散 是幼板容易 因为幼板是从牙齿表面开始 牙齿表面细菌多呀 它的起始位点 起点是牙齿表面 开始形成的裂隙 有没有说老师 那幼脂呢 幼脂它也有大量的有机物 幼脂内也是矿源成绩量比较低 有机物比较多 但是没用动员们 为啥 因为幼蟲起始于哪 起始于幼牙本脂界 幼牙本脂界就没有细菌 所以一般不会形成取坏 而幼脂呢 是承牙本脂细胞凸起 所形成的仿肥上的结构 这是三个我们大家先讲 讲完了以后 大家看静下切片 这就是一个幼脂 那么幼脂 来看一下 英文啊 看看 它的起点是幼牙本脂界 指点是牙幼脂 一般呈纺锤状结构 形成机制 其成牙本脂细胞凸起 末梢 穿过右牙本脂界 基底膜 被牙幼脂所包埋 所形成的一个纺锤状的结构 这就叫幼脂 好了 然后接着幼脂 幼脂 大家来看在这个图里边 我用红色笔 在这个图中 这个图中 右梭在哪 这是右梭 看见没 这是右梭 那么幼丛在什么地方 看 像草丛一样 占了整个牙幼脂厚度的三分之一 有的书上写四分之一 都可以 那么像这个 就是我们的幼丛 高多了 幼丛相对来说 其占牙幼脂的厚度比较厚 它呈草丛状 它的发生和什么有关呢 来 大家来看一下 于托姆斯突的形成 就最 因为它起自右牙本脂界嘛 所以说 它于托姆斯突最早的形成 幼脂的沉积 以及刚形成的牙幼脂 其经验不丰富 有机物含量比较高 矿化程度比较差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 在我们的幼丛这个部分 一般矿化程度也是相对比较差的 发育 形成缺陷 蛋白含量比较多 有机物含量比较高 这是幼丛 但它不容易形成细菌 扩散的途径 因为细菌 右牙本脂界这就没有细菌 是无菌的 它主要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来说 像牙表面放散 它是隔一段 基本上有一个 隔一段有一个 其实相当于一个解力性的 我们的在 牙幼脂刚形成的时候 幼柱呢 框化不良 然后形成的 一般在右牙本脂界 幼丛和幼丛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一百微米了解一下 一百微米了解一下 然后主要的是概念 大家要知道 考的最多的是明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就是右板 右板同学们 起指位点啊 看一下 右板起点起于哪 起于右指表面 窝钩底部 是不是它是从上 晴天霹雳 从上往下列了 从上往下列啊 从上往下列 然后又直至右底 直点是哪 直至牙幼脂的内部 右牙本脂界 甚至可以列到牙本脂 整个成一个裂锡状 它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在幼脂成熟的过程中 发生了局部的矿化不全 钙化不全 或者形成缺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能会形成一个裂锡 这个裂锡里边 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 含有非常多的有机物 右肌质大量残留 而矿化不足 含有较多 右肌物不就是 右原蛋白 非右原蛋白吗 右肌物含量较多 那么就 这些有机物 丰富营养 就能成为细菌的 扩散途径 所以三个 右从右缩和右板 最小的 最短的是右缩 起椎牙齿表面的 是右板 也是最大的 而右从 是基本上占了 整个牙幼脂厚度的三分之一 右缩是由 承牙本脂细胞凸起定 就是引起的 而右从和右板 都是和矿化不良引起的 它们两个 其裂缝中都有 大量的有机物 但是由于 右板是由 牙齿表面形成 所以说 右板的有机物比较丰富 就容易导致 取坏的发生 好了 接下来 一些特殊结构 我们再讲一个特殊结构 叫啥 叫无幼柱幼脂 你说我的妈呀 无幼柱幼脂 代表啥意思 代表 这个幼脂 它里边没有幼柱 我们说幼柱 它不就是一头 粗 近 右牙本脂界细 然后表面成直状 然后内部成 矫绕 那三分之二 是矫绕状的一个 幼柱状存在吗 这是幼柱 幼柱不是贯穿 牙幼脂全层吗 是的 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朋友们 但是我们说 我们的牙幼脂中 不可例外的 都无可或缺的 都存在着 都存在着 无幼柱幼脂层 无幼柱幼脂层 一般来说 在哪 看啊 一个是在幼脂的最内侧 也就是幼牙本脂界 一个是在幼脂的表面 它们都是怎么形成的 它们的形成都和 成幼细胞分泌 成幼托姆斯突的形成 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我们最初 托姆斯突是不是 还没有形成呢 成幼细胞分泌 形成牙幼脂 然后才形成的 托姆斯突啊 成幼细胞形成的 第一层牙幼脂啊 同学们 你想想 成幼细胞形成 在幼牙本脂界 这是牙幼脂 这是牙本脂 这是中间的 幼牙本脂界 想想牙的发育 最早形成的牙幼脂 在哪儿 我用黄色 我用黄色笔来表示 最早形成的牙幼脂 不就在这儿吗 不就在这儿吗 最早形成的牙本脂 在哪儿 我用蓝色笔来表示 最早形成牙本脂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不就在这儿 它俩不就挨着呢吗 所以说它俩之间交界的这个界线 不就是我们的幼牙本脂界吗 所以幼牙本脂界 是最早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们 我们成幼细胞 由于受到了牙本脂 牙本脂先形成 受到了牙本脂的诱导 而形成牙本脂 而形成牙幼脂 成幼细胞形成第一层 牙幼脂的时候 托姆斯图还没有形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托姆斯图没有形成 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形成一个一个的根基 那个柱子的凸起 没有形成一个一个凸起 就没有办法形成幼肚 所以在第一层 托姆斯图没有形成的时候 这一层的牙幼脂 幼脂最内侧 是无幼肚幼脂 是没有幼肚的 然后等到最后 同学们 怎么了 等到到了幼脂表面了 我们幼脂的厚度足够了 幼脂厚度足够以后 乘幼细胞就停止分泌了 不分泌了 乘幼细胞停止分泌了 那托姆斯图还需要吗 不需要了退缩 托姆斯图退缩以后 又出现了一层无幼柱幼脂 所以我们说无幼脂幼脂的形成 和托姆斯图的出现 和托姆斯图退缩都有关系 也就是说有托姆斯图 我们就有幼柱 那么如果托姆斯图没有出现 或者托姆斯图已经消失了 那么我们的幼柱就不存在了 无幼脂幼脂啊 就是和托姆斯图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无幼脂幼脂呢 它由于是没有幼柱存在 所以幼柱幼竹间的有机物 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少一些 晶体呢相对平行排列 矿化程度比较高 一般我们说在近幼牙本质界处比较厚 20介于20到100微米 无论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40 50 30 70 同学们只要是20到100微米之间 都是正确的啊 好了 这是无幼柱幼脂 有没有让老人 那都有无幼柱幼脂了 那 那幼柱还是贯穿幼脂全层吗 听好了 是的 是的 虽然有两层无幼柱幼脂 在最表层和最深层 但是幼脂仍然贯穿整个 幼柱仍然贯穿整个幼脂全层啊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图 要啥 这是我们的幼牙本 纸界呗 幼牙本纸界 上边这有 这有 然后我用绿色 这是啥 这是幼缩 看见没 幼缩 幼缩 还有啥 还有幼虫 幼虫 看 看 基本上是不是100个微米啊 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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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后 从上边列下来 这是啥 右板 这是这幅图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齐托姆斯图往哪图 看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弧形的连接吗 是不是 这是一个低背景 看起来可能不太明显啊 当然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弧形的连接 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幼虫的其他结构 你说幼虫怎么这么多结构呢 幼虫的结构非常的丰富 其中 其他结构主要说的是与幼虫的生长发育有关 与幼虫的生长发育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 幼虫的生长 我们说了 它和亚本质生长是一起的 他俩是兄弟俩 亚本质长一层 亚幼虫长一层 亚本质一层 亚幼虫一层 亚本质一层 亚幼虫一层 人家俩兄弟俩 每天都长一点 每天都长多少 每天都长四微米 对吧 每天都长四微米 所以说他们每天 每长一层四微米 长够四微米 还长不长了 不长了 休息 不长了休息 同学们 休息的时候 概言不沉积 然后长一天 又长了四微米 长够四微米以后 它就又不长了 它俩就相互等待着 又休息了 然后 概言就又不沉积了 只有生长的时候 概言才大量沉积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所以同学们 我请问啊 我请问 当一个幼虫长出来以后 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它的形态就是 一件一件 一天四微米 四微米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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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天和每天之间间歇的停止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部位 停止生长没有概言沉积的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界限 就像一个竹子一样 一节一节的 然后中间那个竹节就是我们说的停止生长的界限 那么同学们啊 我们来说了 大家来看真正电竞下观察我们的幼虫是怎么生长的 一天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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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层都是概言大量的沉积 而中间不长的这会儿 怎么了 中间不长的这会儿 概言不沉积了 概言没有沉积 那么请问 这条缝 那每个幼虫都是一天四微米一天四微米 那是不是到最后这所有的幼虫连在一块就连成一条线了 连成的这条线 这条缝 其矿化程度高还是低 由于它是生长的间歇线 就生长的过程中我停下来 我不趁机了概言 所以说 它的矿化程度相对来说 同学们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啊 那么这一部分生长的间歇线连起来 看起来像一条线一样 生长的间歇线 矿化程度比较低 我们就把它起了个名字 叫什么 叫做 这就代表幼虫每天生长的量吧 就叫做生长线 好了 我们来看 这就是它特殊结构 来大家来看生长线 什么叫做生长线 生长线 幼虫的生长线又叫做瑞士线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和意义是什么 就是牙幼虫发育的间歇线 牙幼虫发育间歇线 就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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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像竹子 那么如果是整整齐的一排 那竹节和竹节之间 是不是又连成一条线呀 那么连的这条线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幼虫的生长线 幼虫的生长线 就是幼虫发育的一个生长间歇线 同学们 比如同学老师 这个生长线 是不是每天都有 间歇线确实正常的情况下 每天都有 但是但是同学们 在模篇下观察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像树的年轮一样的 一圈一圈一圈的间歇线 在模篇下可以想象呀 那模篇的方大倍数多低呀 它四微米四微米 你可能用眼看得到吗 用眼看不到 那么模篇观察的时候 看到的这间歇线是什么 是基本上是每五到十天 一条更明显的一个 矿化部族形成的间歇线 多少 它的间距大概是 像年轮一样 那么每一条线 每一条线之间的间歇 一点长四微米 大概是20到40微米之间 这是我们说的 牙幼虫的生长线的特点 牙幼虫的生长线呢 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五到十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间歇线呢 就相当于你们家每天都扫地 但是呢 每到周末再来一次大扫除 是一样的 我们的幼虫生长也是这样的 幼虫的幼虫生长 长四微米 停停 长四微米 停停 长四微米 停停 连着长了好几天 连着长到五到十天以后 怎么了 太累了 开始干嘛 大修一次 周末了 大修一次 那大修这一次就 钙炎沉积量是不是特别低呀 然后持续时间是比较长啊 那么是不是就比较明显呢 所以 钙炎沉积的越低 钙炎沉积量越低 矿化程度越低 那么就越明显 生长线就越明显 啊 来 接着来看 生长线 一般来说 在我们牙的不同的磨片 纵磨片就处着切 或者横磨片上 看的是不一样的 纵磨片 一般来说 我们会发现 哎 牙尖处 有这么一 哎 环形的包扰 成环形包扰 牙颈部就斜着呗 就斜着呗 那么这是纵磨片 我们切到的一个牙的改变 烤过啊 烤过圆题 滑稀的好像 烤过圆题 选择 你要会 那纵磨片中 哎 选择还是填空 填空好像 然后呢 牙尖 牙尖 环形包扰 纵磨片 牙尖处的生长线 是环形包扰 那么如果现在考你横断面呢 横断面同学们 那就真的是像树的年轮一样 是成童心圆状环绕了 因为牙就是一个立体的嘛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啊 然后大家来看 这就是显微镜下观察 磨片观察 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这一条一条 比较明显的 哎 生长的间歇线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些间歇线 好像有长 不是有深有浅 对不对啊 那么但是有一条 好像特别特别特别的深 我告诉大家 深的就代表什么 深就代表矿化不良呗 深就代表 间歇的比较明显呗 深就代表 它这个牙 那么在生长的过程中 这一段日子 然后可能是累了 或者说 就是矿化的不太好 或者说缺钙了 就这样的情况 那么越明显代表 其矿化程度越低 这条线 而我们在整个生长线中 每一个人 无论在生活的任何时候 只要是 矿化程度低了 缺钙了 都有可能有一种 有些新生 有一些加重的一些 兼生长间歇线 但是任何一个人 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同时都会出现一条线 这条线非常的明显 就是我们现在画的这条线 是生长的间歇线 特别特别的明显 这条线叫什么 叫做新生线 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是当我们的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 那么本来在妈妈的肚子里 环境营养突然生出来了 环境营养出现了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那必然其幼脂 它的发育 它的矿炎沉疾 就会明显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受到影响 导致我们的钙质发育 出现明显的一条间歇线 那么这条明显的间歇线 我们就起名字了 因为是在新生儿时 都会发生 所以叫做新生线 而发生的位置 只在乳牙和第一横抹牙 为什么 因为是在刚出生的时候 同学们 这个矿化程度低了 也就代表了 这个牙一定是在出生前 就已经开始矿化了 在出生以后开始矿化的牙 在出生以后才形成牙培的牙 你说有可能出现这条线吗 没有可能 这事都过去了 然后你才出生 那你怎么会在这个事中受影响呢 我们说 乳牙是在几周 培胎的几周开始形成牙培的 乳牙是不是八到十周啊 还记得吗 牙培的形成 然后第一横抹牙就是横六 横六是在第几周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培胎的四个月 形成的牙培 所以他们都是在培胎中 那么呢 都会见到新生线 而其他的 比如说横七横八 在出生后一年 或者说出生后 四到五岁的时候 才发生 才形成牙培 那么这个时候 根本不会受影响 就不会有新生线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生长线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营养环境的变化 而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间歇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横文 横文同学们是什么 最主要的横文 我们要讲的 就是它是生长线 长长长长长长到幼稚表面了 又叫做牙面平行线 直到一下就行了 它就是在里边的生长线 长着长着长着 长到外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牙的表面 就会有一些 就看到一些 就会看到一些 沟壑吧 那么叶是 以前营养不好的人 然后容易钙炎沉积低的人 想说发育期间 然后矿营养缺乏的人 那么这条右面横文 相对来说就越明显 右面横文能够长到右面 在右面形成凹陷的 那么说明它的 矿炎沉积量更低了 一般来说距离 钙炎沉积量更低 一般距离30到100个微米 那么所以考试的时候这么考 说请问 当一个牙 带化不良的时候 或者说当一个牙 发育不全的时候 那么请问 在其下列哪一个 结构中表现是最明显的 或者说最突出的 最早期的 就是右面横文 就是右面横文 这个曾经考过 几几年的 几几年的期望了 13年的还是几年的期 考了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我们说右面横文 是最容易凸显出来 显示出来 因为它本身 矿炎沉积量就特别的低 才会在右脂表面 出现一些纹路 这些纹路长得像什么呢 叠瓦状 牙颈不是最明显的 像叠瓦状 就像那个古代的防瓦 一层一层一层的 好了 这是我们介绍的 我们整个的牙右脂的一个结构 牙右脂的结构 什么结构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牙右脂 同学们 如果画 如果画一下牙右脂 哎呀 就这吧 不要对我画图抱有任何希望 就这样 我们现在夸张一点啊 牙右脂 哎好 这么厚 然后看啊 牙右脂的右柱 看好了 近表面 怎么着 出近右牙本脂界 就越来越细了吧 好 近右牙本脂界 就越来越细了 然后在右牙本脂界 有一层无右柱右脂 在我们的牙齐表面 也有一层无右柱右脂 那么其中 我们说我们的右柱 临近表面的三分之一 是直的 临近 右牙本脂界的三分之二 是脚右 脚右 主要是为了增加右柱的减切力 和承受的咀嚼力 减少批裂的 断 折裂的一个机会 而另外 同学们 我们大家再来想了 再来想了 接着来说啊 接着说 右柱的横断面 横断面 如果在光镜下 是像榆状 如果在电镜下 是像球拍状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还说 说啥 说 右指 它上边 还有一些特殊的结构 特殊结构 第一个叫做右牙本脂界 往哪凸 诶 托姆斯凸的形态一样 是往牙本脂凸的 形成了一些 小弧形连接的 朝牙本脂凸起的 一些弧形连接 而右指表面 还有啥 右指 起自于牙本脂界 还有一些小的 仿锤状的突起 是由 承牙本脂细胞 突出顶 顶出来 承牙本脂细胞 突是啥 回头会说的 承牙本脂细胞的 一个突起 待会儿啊 整个就捋顺了 那么 突出 本来正常的 不该突出到牙幼脂 突出到牙幼脂以后 将牙幼脂顶裂 形成了一个 仿锤状的包埋 还有在幼脂形成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 幼脂的矿化不良 草丛状的 这叫幼丛 还有什么 从上到下 形成一个霹雷 这种 基本上贯穿幼脂的整个全层 我们叫做幼板 这是特殊结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 再来说我们整个的生长线 幼脂是有生长线的 那么这是一个纵模片 纵模片上 切圆的生长线是什么 成环形 环形 环形排列 生长线的位置 其矿岩沉积 钙岩沉积量多还是少 钙岩沉积量少 那么在牙颈部 基本上就是啥 基本上就是放射状排列 那么另外 我们再说 这是我们说的 生长线在牙颈部 放射状排列 而有一个东西在 牙颈部是水平排列的 是什么线 是幼珠的排列方向 幼珠的排列方向 在牙颈部 水平 在其他地方 放射状排列 而唯独在窝沟处 在窝沟处 是不是朝窝沟底部 聚拢啊 好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我们说的 整个的牙幼脂 我们刚才介绍的 所有的内容 就这么多 其实你看似很难 其实说完了 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呢 就代表了 幼珠横纹 幼珠上面的 一个一个的阶段 就每天涨四位米 间歇线 幼脂生长线 幼脂生长线 就是我们说的 瑞士线 瑞士线 一般称 横断面称 同心圆状 纵断面称 环形排列 那么以及 右面横纹 右面横纹 就是长在 幼脂表面 一般来说 30到100微米 呈蝶瓦状存在 然后还有一个啥 新生线 新生线是 营养情况 环境发生了 大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一条 比较明显的 生长的间歇线 这个呢 多出现于新生儿 多发生于乳牙 和第一横膜牙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 好吧 这是我们介绍的 我们的牙幼脂的内容 牙幼脂的生长线 整体来说 也介绍完了 然后最后 我们说一说 一个叫做 实类格线的东西 刚才介绍生长线 所有的表格内的东西 都是与牙齿生长有关的 什么生长线呀 右面横纹呀 右柱横纹呀 包括新生线呀 都是 而实类格线不是 它虽然也是一个线 也是line 也是线 但是实类格线 同学们 一般来说 它存在于什么 大家来 大家来看一下 在光镜下 我们落车的光镜 观察的时候 会发现 明暗交接的一些 条状 带状的存在 那么这些带状的存在 你说老师 这是幼度吗 这是跟生长有关系吗 好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些实类格线 它一般 是占幼脂厚度的 大概五分之四的区域 呈明暗不 明暗不等的交接带 而且随着落射光角度的不同 明暗交接带是可以转化变化的 这与什么有关 与右柱的排列方向有关 因为右柱内侧 内侧发生了什么 脚右吧 那脚右同学们 一个切片切下来 一个切片切下来 切的脚右 搅扰桩 搅扰桩 那一个切片切下来 不可能切的永远都是 纵断面或者横断面吧 总有纵断面区和横断面区 其中亮区 就是切的纵断面区 头亮 然后其中横断面 切出来以后 就是暗的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暗的区域 所以在不同的 落射光角度转变的过程中 那纵区和横断面区 是不是也在改变呀 那么所以我们说 我们 这些明暗将尖的带 是可以 是可以随着落魄射光的角度的变化 来进行改变的 这是十雷格线 考试考一个是什么 就是下列哪一个 与幼稚的生长无关 你就记着 十雷格线与幼稚的生长 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么如果考 如果十雷格线啊 考概念的话 同学们 那我们大家也得会 对不对呀 那么就是在 幼稚厚度内的多少 它主要是因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由于幼稚排列方向的不同 落射光角度的改变 可以形成明暗箱 不等的 宽厚不等的 一个明暗箱交接的带 好啊 那么接下来 牙药指的临床意义 牙药指的临床意义 我们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 最基本的 一 浮离子 我们为什么有些牙膏是含浮的 因为浮离子进入灵灰石晶体以后 那么可以让晶体变得更稳定 好 这是第一个 耐取 然后接着呢 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一个人 表面的 牙体表面 幼稚表面的这些 勾啊 那我可能逐渐的就会磨平 磨得越来越平 磨得平了 那食物就不容易 食物残渣就不容易残留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取病的发生率也会下降 由于幼稚它非常非常的结实 我们如果想要做手术 如果想要将我们的牙幼稚去批裂的话 那么批裂的方向一定是顺着幼稚的方向 顺着来更容易 你横着切 动员面很难的 力量很大的需要的力量 好吧 接着 过度漂白牙齿的时候 一般来说 微孔类呢 也就是他说什么 我们说的微孔 就那个15到75微米的吧 孔系溶积吧 那么那个表面孔系吧 那么那个微孔内啊 痒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应该漂白两周到一个月以后 然后再进行处理 接下来 五 注意了 幼稚中没有神经 没有血管 没有细胞 没有再生能力 因为形成幼稚的细胞 叫成幼细胞 已经死过了 还记得吗 所以幼稚是没有再生能力的 幼稚什么都没有 里边 它只是表面可以分泌出一些简单的幼液 具带有一定的代谢功能 但是其功能是很缓慢的 也是很弱的 这是我们介绍的牙幼稚 一些临床意义 比如说考试考 请描述 请简单描述牙幼稚的临床意义 那我们大家得说 首先正常的情况下 用牙膏 你想想 我们就理思路嘛 我们说牙幼稚就是牙表面 那么用牙表面经常接触牙膏吧 用牙膏含浮的为啥 因为更稳定 那么幼稚表面正常的情况下 慢慢慢慢的年龄大了 不容易发生取病了 为啥 因为磨平了 然后现在接下来 就是正常的幼稚 怎么着 正常的幼稚里边 没有脊胞 没有血管 没有循环 然后不能再生 啥都没有 代谢能力很慢 这是我们说要知道的第三个 这都是正常的情况 那么异常情况是什么 如果坐手术需要批裂幼稚了 好了 我们怎么样 我们施力方向与幼稚的排列方向 一定是一致的 顺着批 文艺说你别说人了 人家细菌都很聪明 细菌形成取动的时候 进行取坏的时候 对我们的牙药指进行取坏的时候 然后人家都是顺着幼稚臂 然后进行破坏的 然后你还横着 你还不顺着幼稚的排列方向吗 所以啊 都是顺着幼稚排列方向 然后进行施力的 另外就是漂白的时候 过度漂白的牙面 一般来说进行处理时 要隔个二到一个月 两周到一个月 这是牙幼稚的临床意义 临床表现 那么这些临床意义呢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简杂题考 但是这一部分 我们说考的最多的 还是前面的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叫做直右 什么叫做脚右 比如说什么叫做右牙本指记 什么要做新生线 像这些内容 我们大家要掌握 后边我们会有一个总结的 一个名词解释的一个内容 好 好